俄罗斯还在征兵 而且你知道现在征到哪里吗 9月29号签署这个命令 规定2023年秋季征兵任务13万人 这个征兵的年龄已经是18到27岁 而且10月1号就要开始了 好那再来呢 有一题大家比较少讲的 静明哥不晓得你对这个了不了解 非洲转向金砖组织 所以法国是不是开始失去他的大国地位了 其实呢 这个7月26号 拟日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呢 就要求说 那你法国外交官请你离开西非的这些国家 好所以呢 这个标题叫做马克宏凉了吗 9月24号呢 终于撑不住了 好法国最后还是召回了 助理日大使1500名的撤军 必须要在年底前全面撤出 那有战略分析师是这样看的 他说呢 这个对法国来说 很严重的一个影响是 因为他失去了法非特殊关系 这是对于法国声望 严重的打击法国不再是 大国了吗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临日总统啊 这个卫队在7月16号的时候 在首都尼阿美他们这个夺权 当时民选总统这个贝卓姆被软禁 成为西非跟中非国家三年来 第七桩的军事政变 当时法国就非常的这个不满 那要求要用这个军事行动来 这个支持推翻这个 这个法国曾经在 临日有重大军事跟外交影响力 也被视为是中祖国的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推翻这个民选总统 把他拘禁了这个军事冲突的军方 把他给夺这个推翻他的政权 可是相对的法国自己 恐怕在这个西非地区 还有非洲 他慢慢的会鼓掌难民 因为他这个军事力量 他最近在国际的军事舞台上 包括在俄乌的战事这些 他的立场和这个想法态度 都跟这个北约还有跟美国 这个南辕北侧 甚至有点这个好像唱反调 马克宏当然这个在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跟英国 他的是正反两极的这个评价 但是身为大国的这个影响力呢 他在非洲想要展现出来 可是往往你从以前的这个利比亚 到现在这个临日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法国真的有点鼓掌难民 除非美国在那边帮他 他又跟英国又在那边互为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没有同心 那美国跟英国是比较站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有国际专家说 法国的这个非特殊关系 是对法国声望的这个严重打击 失去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在尼日已经鼓掌难民了 那非洲转向的这个金砖组织 也就在于说成为一个群体的这个关系 在国际的这个组织啊 不管是G20或者是什么 这个北约的东扩 你都看得出来在地缘政治的发展向 这个本来金砖五国 就是以中国为要角了 那习近平不久前才去南非 这个慢慢的非洲带领这个网向 表示说习近平他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 一带一路的政策上 跟这个拉拢非洲国家的这个关系上 他有逐步的一些进展跟成效 我们来看一下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在这一次的杭州衙运期间呢 他访华那同时呢也进行了一场国事访问 他接受了央视的专访 谈到了中东和解潮 其实历年来我们都会看到觉得中东很乱 中东啊国家跟国家之间呢 好像都有很多的包含了宗教啦 或利益之间的这些纷争纠纷 但是他访华期间呢告诉央视 他说啊中国宣告杀一和解 这意味着中国是采取务实的政策 不讲大话空话 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空洞无物的宣传 这才是真正采取政治行动 所以呢接下来的恶物战争是否也有可能 透过这样的行为呢 那包含了这个阿塞德啊 他除了呢 谈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上是有实质的行为 同时他也批评 美国你们是不是都在勒索大家 静明哥 你从阿塞德的访问中国 然后参加杭州亚运的开幕式 然后对于这个中国 甚至他提到中国是一个创新世界的工厂 也是全球的这个市场 然后全球的工厂 他这样的一个肯定 你要想想看 过去叙利亚在内战方扇的时候啊 美国跟这个俄罗斯都把叙利亚当成他们 大国代理人延伸的战场 然后那时候世界各国也都随着美国 尤其是法国跟英国 都随着美国和北约这些国家 封锁这个叙利亚 然后这个等于是要封杀这个阿塞德的政权 可是阿塞德到现在他还是没有倒台 跟俄罗斯支持他有关系 俄罗斯甚至当时还派他的这个部队 还有包括瓦格纳军团 就现在在俄乌战事中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角色 也到了这个叙利亚去协助 所以你看当时 当时俄罗斯对这个叙利亚影响力多大 当然现在随着刚刚你提到的俄乌战事 俄罗斯他也无暇顾及 也没有办法抽身在中东的事务上 去斡选或者是尔解怎么样 这个时候中国在中东的力量就正式的进入 尤其是在美国之前已经撤兵离开了阿富汗之后 中东的这个兵力只剩下在伊拉克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几乎在中东呈现一个空虚的状态 我还不要说真空啊 真空就完全没了他的角度 没有了他的影子 但美国一直想要这个力处 中东世界他有他的影响力跟重要性 所以你看当这个中国想要斡旋促成这个伊朗跟 伊朗跟萨兔阿拉伯的和解的时候 美国这个时候就想要促成 萨兔阿拉伯跟以色列也能够先和解 甚至默许换取 萨兔阿拉伯可以发展他的一个核武 发展他的这样一个先从这个核电厂着手 应用性的这个核能着手 你就知道他在跟中国互别苗头 但是中国在做的是实质性的 美国在推动的是画大饼的 因为你要先看以色列同不同意啊 阿拉伯世界不管是逊尼派或者是这个 实业派 如果逊尼派的这样一个这个萨兔阿拉伯 他能够有先掌握这个核能技术的话 将来跨境核武这不是以色列能容忍的 以色列最常奉行的规念和政策就是先发自能 谁有核武谁可能发展武 像伊朗我就扬言先打他 那现在虽然跟萨兔阿拉伯关系OK 但是以后难保不是会这样 所以美国要有层层关卡 相反的中国在中东我觉得还蛮务实的 他贴近萨兔阿拉伯要的东西 又要让伊朗说你放下剑拔怒章的气氛 所以也难怪阿塞德 我从阿塞德开始引言拉进去说 你从叙利亚这个战火平衡的地方 俄罗斯慢慢的现在先空在那边 中国就趁势进去把阿塞德拉拢过去 再加上萨兔阿拉伯跟这个伊朗 阿塞德也提到 你就知道说中国 你在美国的眼中是软土深掘 但是中国就说我就是这样做 你又能怎样 这就是让美国面对中国势力的崛起 为什么要全球不断地围堵他 而土护富富啊 每次我近平哥讲到一个重点 尤其是叙利亚 他其实连年的内战 他当然第一希望他战争停止之外 也希望国家要重建 不然怎么重新开始呢 太阳星全校克废有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